大家好 歡迎收看影響世界 你平常搭公車的時候都在做什麼呢 滑手機嗎 還是看風景 今年八月初 臺北有十二個路線的公車 上面會有人講很幽默 好笑的事情 幫你介紹臺北 什麼公車這麼有趣 這麼特別 今天邀請兩位 臺灣時尚最特別的車長先生們 現場說明白 歡迎達康.com 阿達你好 哈囉 惠玲 哈囉 惠玲 你好 大家好 你們兩個要帶大家去坐公車嗎 是的 這是怎麼回事 這麼特別的公車 而且聽說公車票買不到了 對 售完了目前 是的 這是什麼公車 今年剛好是臺北市 臺北城建成一百三十週年 所以我就配合這個活動 帶大家一起上公車 為大家導覽一下 包括臺北市的一些地景 歷史地景 歷史還有一些台北的故事 是的 所以在車上你們是用曼財還是曼壇的方式 去介紹台北嗎 旁邊沿路的風景這樣 我們會用類似曼壇的方式 那角色分工上還是像曼財啦 就是我們一樣丟出笨蛋的笑料 然後它吐槽 對 一個是笨蛋一個是吐槽這樣 對 然後隨著公車進行 那個景觀在變化嘛 兩邊都有嘛 那我們就也會及時地抓出很多材料 來就是翻出笑料 給大家笑這樣子 希望輕鬆有趣地去 帶大家回憶一下臺北城的歷史 所以你們應該都準備得差不多了 對 準備排練期 好 我們現在上公車 現在公車路線開到信義路 各位觀眾朋友 我們到信義路了 我們來看看信義路最有名的地標是什麼 地標是什麼呢 旁邊的很高的 很高的 台北101 台北101 大家應該都很熟悉嘛 台北101 大家應該知道最近台北市 很流行地下化這個議題有沒有 那我們就101也可以來個地下化 對不對 101地下化嘛 101地下化 基本上就沒有什麼意義了吧 我們地下化大概一樓就可以了吧 所以就變102就對了 總共加起來是102 總共加起來是102 看表面你們以為是101沒有沒有 最動其實是102囉 冰山之下你知道嗎 還是有很多這樣 它漂在海面上底下還是有很長的一塊 然後隨著我們就是建國的這個時間推進 我們就越來越 一年蓋成103 到最後可能變101加101 它像鏡像一樣 202變202 好像一個公車的這個 哪一天的時候它就公布給大家說 今年已經到202囉 煙火從下面放上來了 好囉好囉 101過了 101過了 前面十字路口 十字路口 有一隻小狗 小狗走過去了 跟大家介紹一下 那隻是阿富汗犬 但是它應該已經走丟了 這樣子 聽說是我們台北市的四狗 你介紹一下這條四狗好不好 四狗嗎 這條阿富汗犬 這條阿富汗犬 基本上我們在台北的時候 常常在街道上面看到嘛對不對 大家都看得到它嗎 欸你今天有沒有看到阿富汗犬 有欸怎麼可能啦 你也看得到嗎 你站在台南港 那你站在台南看到北投 哇塞 真的來講 好遠喔 不同的阿富汗犬吧 不同四狗啊 就像四樹一樣 很多 結論是台北的阿富汗犬很多 對很多 剛剛是謊言啦 剛剛謊言 大家千萬不要相信台北市的四狀 不是阿富汗犬 對為什麼台北市四狀是阿富汗犬 只是因為我們剛好看到他 說不出一個道理 大家一直deja vu說 我一直看到阿富汗犬 這正常嗎 所以其實我們會有十二條路線的公車 走十二個不同的路線去 不同的定點演出對不對 是會有一個路線是專門在介紹台北城 然後我們會 在另外一個路線會前往我們演出的場地這樣 大概是分這兩個部分 主要道路其實也有很多可以講的 對 像中山北路啊 像就是日據時代一些比較重要的道路 或以前清朝比較重要的一些地景這樣子 比如大稻城啊 對 大稻城 這種地方 然後像是人文的或是水上面的景觀 因為以前台北市裡面都是很多水嘛 對 家家戶戶門前有小河 然後都是水溝這樣子 對 有風峻這樣子 那個時代是什麼樣子的一個風景 哦 所以你們是有一點點像是 導覽整個台北城的歷史人文地理等等的 但是用比較幽默輕鬆的方式去講 沒錯 沒錯 對 因為在接觸台北城的材料的時候 就當初有沒有覺得一定要去講到歷史的部分 但反而真的很棒的是因為很多是一直 很多的建築物也好 或者是一些地區上的變化 台北城附近的變化 你會覺得講出那個歷史的那個位移的落差的時候 就有很多的變化的時候 會有一種很新鮮的感覺啊 因為台北是一個很奇妙的地方 它可以說是一個變化的很劇烈的地方 但是又能夠很多地方是看到很以前的影子的地方 比如說日據時代的建築物有的保留下來 就真的是那個時候的樣子 像一些總統府比較重要的園繪子的銀行 他們真的是以前那個樣子 可是變動的地方就變動得很嚴重 比如說以前的劉公盡啊 這種地方拍水 日據時期的拍水溝啊 就整個都填平的 河流也被結彎取值了 所以我們看到的就是很不同的景色 我們會在12個行政區的不同定點 然後做我們許多不同作品形式的演出 然後也是大概45分鐘左右 然後裡面會有漫才 會有歌唱故事 會有短劇 這樣子的形式 然後就是大家可以洗力而作 就直接來看表演 輕鬆看演出 輕鬆看一個戶外演出 他真的是花了很多時間去轉眼 那之前在同時在學習踢踏舞的時候 其實就可以感覺到這件事情 因為他並不是一個學東西很快的人 可是到後來他真的是很有耐心去轉眼之後 你會發覺他有很驚人的飛躍器 可是那個真的是他很用心去轉眼出來的 所以在這部分我覺得 是我很佩服的地方 他當然想說 兒子 是 藍舞 設廣